怎么我的钱都没有了 不行我损失了102万3千 这真的太多钱了 这真的不是很精彩 眼前这个痛哭流涕的女孩叫毛毛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高兴出国工作一回 竟然被骗得倾家荡产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毛毛今年22岁 是一名网红模特 平常的工作就是拍摄服装照片 她年轻貌美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这天沈先生联系到毛毛的经纪人 他自称是一名富二代 自己准备把服装生意拓展到海外 并开出1万块一天的薪资 面对高额的薪资毛毛心动了 并且沈某还表示 毛毛在拍摄完成后的旅游费用 也由自己报销 面对巨大的诱惑 毛毛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开往迪拜的飞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高薪的背后却处处隐藏着陷阱 工作当天毛毛仔细打扮了自己 换上沈某提供的连衣裙 等待摄影师的到来 本以为会有强大的拍摄团队 但让毛毛没想到的是 摄影师竟是沈某本人 设备也只是沈某的手机 看到这种情况毛毛的心中 很是疑惑 但沈某给出的解释 却是国外都喜欢这种简约的摄影风格 听到这种解释 毛毛只觉得沈某人傻钱多 便计划工作结束后 狠狠坑他一笔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差点让毛毛咳死他乡 后来我想起来 我那一晚上睡得特别早 这是有点不正常早的 因为我那一特别累 特别想睡觉 当天工作结束后 沈某的助手展宇萧 通过支付宝向毛毛 结清了当天一万元的薪资 并且沈某还为毛毛 准备了精致可口的晚餐 毛毛为此开心不已 幻想着工作结束后旅游生活 可是第二天醒来 却发现 自己的手机钱包却不见了 后来我才想起来 原来那天我吃那些外卖 我喝的水 都是沈家庭 他们从下面点上来的 他们在里面下了药 我们那天晚上才会睡得这么死 仔细回想的毛毛惊呆了 原来自己昨天吃的饭菜 全部被沈某下了药 毫无疑问 自己的手机与钱包 也被沈某拿走了 毛毛这才明白 自己被这个 叫沈家庆的男人给骗了 或许是沈某良心发现 给毛毛留下了回国的机票 可是面对疫情的防控 毛毛的回国之路 异常艰难 甚至差点再也回不到祖国的怀抱 要转四个国家 我转到第三个国家 就是埃及的首都开轮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他要一个 二十五美金的过程间 但是我的卡里 已经一辈钱都抓不出来了 当转机到埃及时身 无分轮的毛毛崩溃了 看着身边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 或许是真正的走投无路 让毛毛变得清醒起来 这时他突然想到 被自己遗忘的大使馆 终于在双方的努力下 联系到了毛毛的家人 并且买了回国的机票 平安到达中国 在安顿下来之后 毛毛迅速地查看了 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果不其然 账户里的一百零二万三千元 现在已经一分不胜 面对财产的流失 毛毛失声痛哭 他不明白为何沈某能够轻易地 盗取他的支付信息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怎么打开我的手机 如何得到我的开机密码 也许他们从我的房间里 装了监控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 这些东西的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沈某竟然还盗取了毛毛的微信 以代购 借钱为借口 让毛毛欠下了大量的外债 如今毛毛的生活苦不堪言 不仅这些外债无力偿还 自己也丢了工作 更是在工作圈子里被人唾弃 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然后我在这个圈子已经臭了 也没有工作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说我就一直就 每一天我都 就很想 很想跳楼 随后 毛毛通过微信 联系到了沈某 沈某自理行间表示 自己骗毛毛的钱 是为了替天行道 并且对毛毛进行人格侮辱 但是现在良心发现 愿意赔付毛毛十万块钱 可在沈家庆说完这些话后 却向人间蒸发再也联系不到了 这时毛毛意识到 自己又被沈家庆耍了 走投无路的毛毛 通过多方寻找 联系到了阿联酋 华侨华人联合会 联合会的会长 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秘密 然后她告诉我沈家庆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有骗女孩子 在迪拜我已经是第九个受害者了 原来毛毛并不是沈家庆的第一受害人 她已经是沈家庆的第九个受害者了 正式利用个别女生的虚荣心 沈家庆骗了大量女孩和巨额资金 目前公安局已经立案调查 我们又联系上了其他的受害者 在与其他受害者女孩沟通中我们得知 沈家庆把女孩带到国外后 便是在饭菜中给受害者下药 偷走受害者的手机 以车祸 代购等借口 向受害者的家人朋友骗取钱财 甚至有受害者向我们透露 沈家庆非常的狂妄 她表示自己在国外没有任何人能制裁 把派出所下法发的利案告知书 主动发给受害者 大放厥词 自己是在惩治绿茶 为名除害 当沈某的助手展宇萧 得知事情的严重后 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沈家庆是诈骗犯 只是平常为她提供机票 也一定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 直到毛毛和几位女孩的精力曝光时 沈家庆依旧在行骗 目前已经有很多受害者选择报案处理 但是由于沈某常年身处国外 这无意为抓捕情况带来重重困难 这条视频无疑告诫女孩们要多加防范 天上怎么可能掉富二代呢 希望大家能够保障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